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天是10月1日,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施行。 这些新规涉及到了教育、医疗、食品安全、企业规范等多的领域,备受关注。 其中,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办法将正式生效,将严禁压级压架行为。 此外,校外培训行政处罚办法也将开始实施,擅自有偿开展学科类隐形便衣培训将面临罚款。 财政部还公布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,创业担保贷款个人贷款额度提高至30万元。 国家税务总局也发布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准则和职业道德守则,规范了涉税专业服务行为。 此外,还有关于公务用车管理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新规开始实施。 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节目,了解更多新规动态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